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 比义输入真实义 故如事须比义成立 其下多无是什么意思 我们利用七种的道理 马上上我们观察七种的真理来推敲 你这种的同样的道理 一直推任何的法 任何的事情上面的时候 你所想象的那也根本找不到了 无可得 根本不存在的 透有这样的气象的道理来推理的时候 什么都无可得得不到的 这样的经过下 富和有 你还是仍然说 自信有 比如说中观的看法 有两个角度来去思维一下 第一个 之前我讲过了 生意 用在两个地方 第一个是空性 第二个是自信有的 这个阶段用的就是说 不关在任何法 从资方成立的 自己当独的话 这个叫做自信成立的 这个根本不存在的 原因是什么 因为一切都是 依靠他而成立自己 依靠他而有的 所以呢 绝对没有自信有的 那另外一个自信有的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你 正确的道理来推理 追本受缘 就是说道理 终于找到了一个具体的话 这个也叫做自信有 这个也叫做圣意 如果你 你终于找到了具体的东西的时候 他肯定是 本来就是从他方面成立的一个当独的 所以我们可以找的道路 就可以得 就可以得 所以呢 自信成立 自信有 是两个方向去可以思维的 所以呢 套有其中道理来推理 终于无可得 什么都没有 找不到了 这个并不代表是 一切法不存在 还存在 但是你不知道存在的方式 这是一定要记得 不要搞错了 欺离推离 终于找不到具体的东西 正常的 七下多五 复合油就是 你还是 怎么可以说 还是自信有呢 这个油是自信有的 次有行者无所得 这个行者是谁 于且师 主要的于且师是什么 圣者 身文圣者 独觉圣者 菩萨圣者的话 这些都是叫做于且师 次有行者 就是这些修行者 或者是甚至他们 无所得 他们找不到的话 就能代表是不存在的 这是不存在的是什么 一切法 利用七种的道理来 或者一种道理也可以 不一定七种道理 本来就是你观察 终于找到了具体东西的话 这个是不正常的 连甚至他们都终于找不到一个具体的东西 就是这个意思 比以输入真实义 他们甚至他们 投入了一个真实义 他们就通达了真实义 空隙 他们通达空隙的时候 行者他们的 或者尤其是他们的想法 绝对是 不是一个颠倒的 他们终于找不到一个具体的东西 如果具体的东西找到的话 那就是第十成立 这些成立是存在的 所以他们也是找不到 看不到的 得不到的 所以比输入真实义 快速的了解到 或者是一个认识到一个空隙 因此之过 如是许彼成立 那如此这样的 我们就是 曾许成立 透游 语言来成立 或者是认知来成立 两个都可以成立的 比如说语言怎么成立的 一切法 不观察的情况下 事实上可以可得 我们可以看到的 如果你详细的观察 探讨分析 终于得不到任何具体的东西 这是一个正常的 所以这样的去成立 这样的话 有语言来 来就是成立的 那如果语言来这样的成立的话 认知同样的 这是心认知取案例 若实其称 却非有 有之无故 至义无 主要的 在这个阶段讲的 就是说 还是 不同的角度来去观察 比如说 有之 或者是之分 这两个之间的关系 有之就是 马车是有之 我们人也是可以说是有之 马车有之分 所以它是有之 那之分的话 它的轮子 还有其他轴轴 还有其他的都是 它的之分 那我们不得其论人的话 我们的五欲是我们的之分 我们是具有它的 所以我们是有之 那若是汽车 就是如果 假如说有的时候 我们车子 拆开来 它的所有的零件 蹲在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这个上面 怎么看不到车子 问号 就是这个意思 那接下来讲到 因为看不到 非有 主要的有之就不存在 非有 就是有之就不存在 有之不存在 车子不存在的话 它的之分 随之不存在 根本不存在 合理的话 人不存在的话 人的手不存在 对不对 人不存在的话 人的手脚 四肢躯干都不存在 这个是合理的 原因是什么 人是有之 人的手跟脚 四肢躯干都是它的之分 主要的有之不存在的话 它的之分 根本不存在 若是汽车 且非有 且非有的是什么 马车本身是不存在的 这个马车不存在 就是车子 临界都是 结散了 车出来 那再来就是 蹲在另外一边的时候 这个上面有没有车 这是我们之前讲过 这个没有车 不是我们单单的 只有单一的讲说 它是不是实际上 垂不存在 不只是这样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没有自细有的车子 且没有自细有的指纹 两个角度可以 一个是世俗角度来去观察 另外一个就是 究竟的实相的角度来去观察 究竟实相角度是什么 它基本的正向是什么 那这种的观察是 力度是非常强的 其实实际上来讲 我们学习空性 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还是我们勉强去学习空性呢 这个目的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修行小称的道次第 而且修行大称道次第 两个 那真正的你需求解脱的话 那你一定要追求身为独学的罗汉国 那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才能够得到身为独学的罗汉 或者谁得到解脱 我们平时讲 归法行 作为一个佛弟子 先受归界吧 大家都知道 归是佛法的入门 那归的时候 你内心的思想归是什么 归三宝是有什么意义 特别的意义 那你这个是一定要我们想 归对境是我们三宝 归是怎么去归的 当时你受归界的时候 你遇到的上师有没有告诉你 归是什么 其实归的因素本身是讲到的时候 由于什么样的心态才能产生真正的诡异 第一个 自己本身害怕轮回极恶趣的痛苦 相信三宝与救度这种能力 所以我就是以往往确确依赖它 有这种心态的话 这个叫做一个诡异 如果这个没有的话 你拿到了一个诡异证 谁给你的 什么格西给的 什么摩切给的 什么坚布给的 对不对 其实你有了诡异证 但是心里没有诡异的 这不像是我们世间的那个知识 修习是我们发自内心去修习的 不是说别面上去修习的 那当然是你害怕轮回的痛苦吗 知道好大部分人不怕了 看起来应该不怕的 不像是怕的 对不对 也许害怕恶趣的痛苦 这没有错的 出生啊 地狱还是看不到的 还是那个出生 他们临受的这种的痛苦 我们看在眼里 一想到就心里就忙忙的 如果我把自己将来变成为 如此这样的出生的话 那怎么办呢 我们害怕 那再来就是发心 过一 维先席 再来我们发心 其实发心这两个字 发就是一个爆发的发 发自内心爆发出来的一种心态 就是叫做发心 发心不一定是菩提心 我们很多人容易误会了 发心的时候 马上就联想到这个菩提心 不是 发心是任何的修行者 都一定要发心为先席 再来去修 如果没有前面发心 不可能修的 各种的发出东西来 这个东西就是发心 希求解脱之心也好 大仆地之心也好 或者是利益他的之心也好 不管是什么样 在那些强烈的现实的时候 这个叫做发心 这种的发心是我们的 修行的动力 我们被他牵制走 所以你的行为就是依靠他 跟着他而走 所以这种的发心 不正确的话 行为就偏颇了 修行也更不用说 所以这种的 初衷也好 动机也好 对我们来讲 其实非常重要 那发心里面最大的 最好的就是大乘法心 大乘法心 最好的大悲心跟菩提心 我还没有入菩萨道之前 一定要依靠造作的菩提心 造作是什么 他不是自自然然的在内心陷起的 我们一定要推动他 努力奋动 才能生起强烈的陷起这种的心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 就不像我们的贪真气漫移 自自然也就嫌弃 没有的 这个是惋惜 喜不习惯强烈的一种关系 那所以我们现在篡行 世俗菩提心 那世俗菩提心的前提是什么 大概是大悲心 大悲心的前提是什么 一切从事平德事 修习的次第来讲的话 前面前面修不成的话 后面后面就绝对不会产生的 原因是什么 这都是一个前前后后都有因果的关系 比如说你一切从事平德事修不好 那就没办法修大悲心 内心不能产生大悲心的话 就不能得到菩提心 不能得到菩提心的话 无法入菩萨道了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我们大家都一定要就好好的去思维一下 如果你真正想要修习的话 发自那些窜息一下 不让你修一切众生的平德事的 他的障碍是什么 他存在在哪里 他的道理在哪里 我们一定要这样的寻求 才能够你知道他的问题 就能找出来他的问题 这样的话解决问题是很方便的 那根本没有 我们一般也绝对不会想的 那我早上一打招就看到一篇文章 一个咒语就发出来 这是什么咒语 那另外一个是说 这个咒语是非常厉害 无修成佛咒语 你想想看 我们大部分人 所以一开始追求学佛 绝大多数人有自我毛病存在的 你看不需要修 不需要服从很多 就可以成佛 这个是你比较喜欢听的 无修成佛 咒语 不需要修 就可以成佛 因为这种的咒语是非常好 那你看我们 乡下的阿嬷阿公 他们就容易相信的 那所以重点在哪里 一个大乘的修行人的话 一开始他缘一切众生的 平德是一直训练 当然是一开始就谁都不会有平德 那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透由道理来去思维 慢慢就窜息 训息就习惯了 那佛教的角度来看的话 所有都是曾经当过我的母亲 所以一定要报答 类似这种的去思维 还应该是我把所有的人 当作自己亲人来看的话 其实我自己很舒服的 你所处何处 所向何法都是善的 你心里就没有什么焦虑不安的 忐忑不安的 不然的话为什么出现了这种 忐忑不安 他是我讨厌 他是不喜欢的人 这样的话 你心里永远都是已存着一种想法 他们我的背后讲什么 他应该是用什么方式来伤害我 欺骗我 反正就是你出错都去哪里都 心里就不太舒服 那你这两个结果的话 另外一个是非常的坦然的 坦坦正正的 非常的舒服 那另外一种想法带你给你的一个反馈 感受就是忐忑不安的 怪忧愁不舒服 追求幸福者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应该是把所有的人都是 把他当作亲人来看待 这样比较好的 对自己比较有利的 你达到了这样的心的独立的一个意识形态的话 才能你做到的 不然他流于启示挂在嘴巴上 没有放在心里的时候 那就只剩谈病 没有效果的 还有很多的真理 你好好去思维一下 自己不喜欢的人 或者是讨厌的人 这些的人一起去哪里喝个茶或者什么 其实心里很难过的 不舒服的 这个也是你心里也要出来的 我自己从自发面对他的看法 拥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 他带来给你一种感受 就是如此的 你把它当作你自己的亲人的话 这种的恐惧的 不焦虑 不安的 这种的心态就没有了 这样的话对自己来讲比较好的 其实这个都有道理的 有些地方说 哎呦 我众生那么多 我怎么可能每一个众生能做到 把它当作侵入一家人 其实这个是你错误的概念 跟你们讲举例 畜生 取受 这一类的话 对我们来讲 是还好的 那对我们很难修的对境是什么 人类 那世界上 其实人口 其实自己是其中之一 人类当中 你最熟悉的人多少 一定要想这样子 你不熟悉的人 你无所谓 你当作一个侵入家人 是很简单的 你不能把它当作侵入家人的是什么 过去 你跟他吵架过了 你跟他就是批评过了 你收到他的什么批评 反正就侮辱虐待等等 这样的过的人 我们就无法如人的 一直恨在心里 那所以那种的人 我们没办法把它当作侵入家人来看待的 所以这种的人是少数的 有没有 数也数得起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有没有 大部分人 最多应该没有超过十个人 其他都是还好的 那你就是你自己最讨厌的那些几个人 把它当作一直修炼 把它当作一个亲人来看待的话 你能做到这样的话 等于是你就能做到原一切众生的平德设 这个道理就是这个 透由道理的角度来去思维 从世间的一个习惯性来去 始修 那就修不成的 世间的思想跟习惯 或者佛法上讲到的要串习的部分 这种的习惯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两条路 不同的路 那简单来讲 一条是痛苦之路 一条是快乐道路 那你要做快乐的道路 痛苦之路 这是我们自己去选择 那你发普遍心的时候 举例来讲 为一切众生 我成佛 那所以先一定要了解一下 我追求佛国 能不能得到佛国 一定要考虑吧 那个阶段一定要观察自己 虽然我这么想 大悲心是恨不到一切众生离苦得了之心 由我来承担一切 由我来解决这些的所有一切的痛苦 或者是帮助一切众生 这个强烈的现实 这个强烈的现实的时候 你考虑自己 虽然我想我能不能帮助他 考虑的时候 才你发觉到了 我也是轮回众生之一 才能知道我没有什么能力的 我是尼菩萨国家这些难保 我没办法圆满帮助其他的众生 我们自己了解的时候 那真正的能救度众生者 扰狱众生者是谁 那你思维的时候才发觉到 其实佛 出入佛之为没有的 看到佛有这种能力的时候 那你大比性的力量也很强 那所以你就是由我来承担一切的责任的时候 那你就是具有这种能力者 是谁你追求的时候 才能发觉到 达到佛果才有能力 那我先成佛再来救度众生 这样子比较现实的 奢侯的 那所以为一切众生 自己希求大菩提之心 佛果之心的时候 才可以修法法心的 菩提心 你看这个都是一定有关联性的 一般人觉得无关联的感觉 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 为什么米勒在金庄演织当中说 大菩提心 刚才讲的就是这个 那这种的心不断地串息 不断地串息 这个阶段 它就又另外一个 那我想要成佛的话 所要成佛的因素是什么 需要什么样的这个条件 才能达到佛果 缺不可的是什么 他一直观察的时候 其实发觉到了 一定要有空这间 一定要有通导我的智 没有的话 你没办法 达到究竟一半 这样的话 你就是一定要先追求 想要通导空气的智 那得到空气的智 怎么去追求 你现在已经有了大悲心和菩提心 那只有光靠 方便法 就不能达到究竟一半 那你需要另外一个空这间 那没有空这间的话 你就成不了佛 原因是什么 其实成佛的主要障碍 解脱的主要障碍 都是烦恼战和所持战 烦恼战的主要的 追求或说是谁 当然是我 想要展到我值 几周要害的对峙是谁 通导我的智慧 没有通导我的智慧 你修什么法 绝对不能成佛的 绝对不能得到解脱的 那这种的情况了解了以后 那我一定要 为了得到通导空隙的智慧 继续去学习 那所以吉尼泊在 入行当中提到的就是这个 佛说一切之分 都是为得智慧而说 这些都是我们终身得到 通导空隙的智慧而宣说的 入道了以后 没有空这间的话 转移到加行道就没办法的 身为的加行 独觉的加行 大乘的菩萨加行道 三乘的加行道 得到必须要有空这间 就是问题在这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希望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第十八喇妈祖法 日期7月12日星期五 时间上午10点开始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 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二段345号 静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灾法义供目福恩 新逢观音菩萨成道日 明镜月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十兆备 佛教慈悲至业 宜然大悲观音道场 举办八观摘戒 礼拜大悲掺 即万灯祈福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7月24日星期三 八点半 八观摘戒法会 十三点半 礼拜大悲掺 十六点半 万灯祈福 地点 宜然大悲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灾法义供目福恩 法会备有受逃 面线 提供参与法会的大德结缘 佛学名词 灌顶 灌顶是佛教密宗一个很特殊的仪式 但是什么是灌顶呢 在古印度转轮圣王的太子要即位的时候 转轮圣王会把四大海水收集起来 从太子的头上淋下去 代表从今以后 这个四天下属于你的 你要接续你父亲转轮圣王的位置 开始统治这个世界 后来佛教中将这个仪式 衍生到佛教来 在日本的真言中这么解释灌顶 大致如来 以智慧的般若法水 来灌我们初发心菩萨的头顶 也代表佛菩萨圆满的功德传授给我们 在秘中灌顶叫做授权 也就是透过灌顶 我们可以修行这个本尊 申口意 申我们要笔手意 口我们可以持这个本尊的咒语 意我们可以观想这个本尊的形象 以及种子字 因此灌顶也就是一种资格 但是相对的灌顶也是一种责任 从今天开始 我如果受了观音菩萨的灌顶 我就要跟观音菩萨一样 慈悲利益众生 我受了欧命佛佛的灌顶 我要引导众生都往生极乐世界 灌顶除了授权 除了资格 也是一种责任 至于灌顶是不是真的 透过种种的遗轨呢 是的 有可能上师会用一个宝瓶放在你的头上 代表你得到这个本尊的宝瓶灌顶 灌顶有瓶灌 密灌 智慧灌顶 以及慈意的灌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